今天又和金池工业园见面了 日日春光 豆日光 山沉邪路 杏花香 6月1时 丁丁又来到了美丽的八征五里府金池工业园 今天我们共同见证鲁班工坊开创 共建仙河落户泰国金池工业园 今天我们采用中泰连线的方式 完成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校和金池工业园鲁班工坊签约仪式 当然今天在金池工业园现场也是来了非常多的重量级嘉宾 鲁班工坊是天津市原创并事先推动组织实施的 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知名品牌项目 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泰国4.0政策高度契合的背景下 中泰各领域交流频繁 尤其是中泰产业合作领域对职业人才需求巨大 金池工业园在发展工业的同时 积极与社区和教育机构互动和融合 为培养更多符合中泰两国需求的职业人才 故而联合成立鲁班工坊 并签署职业教育产学研四方合作协议 活动在巴征无理府复复引 彭西先生的致辞当中拉开序幕 彭西先生非常的期待 各方可以参与巴征无理府和金池工业园的发展和建设 金池工业园罗铁英总裁 金池工业园占地面积约280万平方米 是巴征府重点规划发展的工业园区之一 罗总裁表示 在未来中泰产业合作领域对职业人才的需求巨大 泰国教育部部长迪努天通女士 和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教育参赞冯俊英女士 一致认为 在泰国金池工业园设立鲁班工坊 是中泰两国间友谊与合作的生动体现 随后 泰国中部第三区职业教育机构主席巴塔玛女士 宗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张静先生 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国霖先生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鸿军 以及泰国中部第三区职业教育机构主任 西利先生和泰国分包加工促进会主席 贾迪赞先生分别发表了讲话 嘉宾们共同祝愿 鲁班工坊成为中国职业教育与泰国合作交流的一座桥梁 打造职业教育共同体 这方签约仪式开始了 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泰国中部第三区职业教育机构 与泰国金池工业园四方进行线上线下 同步云签约和云接牌 至此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泰国金池工业园鲁班工坊 作为落户在泰国工业园区内的 第一个鲁班工坊 正式成立 这幅字好漂亮 传承工匠精神开拓 务实合作 相信鲁班工坊落地金池工业园 有梦想不激情求真务实的路上 他们绝不彷徨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 认识泰国 哦说说啦